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是什么时候 我有记得时候开始大概四五岁吧 我记得时候就吃过芋圆这个东西 可是那时候吃的芋圆的口感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那时候吃的芋圆它是咸的 它是包有一些肉末、地瓜籤、芋头籤 然后把它搁在一块 可能像大概有我拳头一半大 它的做法是类似什么 肉汤圆煮肉汤圆的做法 现在市面上卖的甜品好像不太一样 那莉米老师呢 你最早吃芋圆的记忆 我第一次吃芋圆应该是在台湾 应该是2009 2009年 2009年 然后我们是住在台中 然后我们的楼下那一条街 就有一个甜品店 第一次就是Can带我去的 对 那个当时我记得我吃芋圆的时候 它是甜的 里边还会有很小的 像珍珠一样的那种小的汤圆 我们在北方会吃汤圆对吧 里面是包馅的 它包那个红豆啊 包各种也是甜的 但是在台湾 它那个芋圆那一碗里面 那个小的汤圆 它里面没有 它就是一个圆圆的 对 吃起来很劲道 然后会有红豆 然后还会放仙草丼 对 就是口感很丰富 四次吃到那个就是 整碗里面吃的都是QQ的 然后很甜甜的 就觉得很好 所以第一次吃就喜欢上了 嗯 很好吃的 因为刚好天也热嘛 然后就完了冰冰凉凉 然后对 它有一些芋圆里面 你可以要求 你可以再加冰淇淋啊 或者加各种料进去 对 很好吃的 好 下一个问题问 像在大陆 我们吃的汤圆都是纯米粉的 然后在台湾呢 它是这个芋圆就是 米粉跟地瓜呀 芋头的综合 就是说为什么 在台湾会产生这种结合 因为我是觉得 主要芋圆的这个主要的材料是地瓜 还有芋头为主 那芋跟芋头呢 算是台湾的一个 民产吧 或者说 尤其在日记时代 嗯 几乎台湾种地瓜 主要是种地瓜 跟种芋头为主 嗯 而且在那个年代呢 因为日记时代 台湾它 可能 大米少 每个家庭 人口又多 嗯 然后要吃饱 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嗯 每户家庭 几乎会在 煮饭里面 加上地瓜铅 嗯 让感觉 让整个的 的主食呢 能够更 对更多 那吃起来才会有保足感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 它算是地瓜 算是台湾的 算是特产之一 嗯 所以说芋头才会加入 所谓的地瓜 芋头啊 就是当地 台湾当地的 这些主要的 主要的特产 嗯 嗯 那就是 所以从最早的这个 是一种 嗯 像 让这个主食 扩大这个主食量 然后来冲击 到后来 很小的时候 吃的这个 咸的 这个语言 对 现在像 英明老师描述的这个甜品 这是 经历了这个 这样的发展 对 非常有意思 嗯 那你们 就是说现在在美国 还会去吃 预言吗 在这边好像我记得 吃过一次 嗯 美食城里面 那个时候 有一家美食 就是美食城里面 有一家 就是甜品店 嗯 然后它有米其林 然后但是好像很少 在这边很少吃到了 嗯 就是 就是 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记得 台湾 很多 呃 就是后 后续又开了很多的甜品店 嗯 芋圆它有专卖的芋圆店 嗯 而且很有名的台中台北都有 嗯 芋圆的甜品店 嗯 那里边的料是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口感 是多种多样的 嗯 它的Menu你看里边就是 各种 各种口味的 你想什么样的都有 里边还会有的加牛奶啊 还会有绿豆的 它不要红豆的 它有绿豆啊 嗯 各种很丰富 嗯 在这边的话就 好像很少吃到是吧 嗯 就吃过一次 有啦 口味也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是不够 不够筋到不够Q 嗯 对 好多东西都是自己家乡的最好 嗯 希望 你们能够早日也能再吃到正宗的台湾语言 嗯 谢谢你们今天跟我们来分享 芋圆 嗯 我们学到了它的历史 然后它的发展 然后以及 现在 在台湾的这个情况 嗯 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去台湾吃 嗯 嗯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台湾的话 嗯 可以去 台湾的那个台北台中啊 就是那些甜品店去点这个语言 嗯 真的口感不太一样 嗯 很期待 很期待 嗯 嗯 谢谢你们 嗯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再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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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